同学今天早上我忘记是谁问了 为什么这个力是这个方向 注意一下这个弹簧的 这个叫做spring force 就是它的restoring force 它回到原来的长度 同学你看 这个是延长 这里是延长 所以你要让它伸长上 你拉 你从这边拉开始拉 这个是你湿的力 你出的力 那么你的出的力的话 是你拉的 拉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边我画给你 那么堂皇本身 这里假设是它的分子的分布 那这个X0是什么呢 是平衡的时候 它们平衡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距离 两个分子之间的距离 那谁的mark没有关 两个分子之间的距离 就是平衡equilibrium state的情况 所谓equilibrium是什么意思呢 分子跟分子之间的 相细力跟排斥力是一样 这个是属于平衡的情况 我就重复哦 你的repulsion force 跟attraction source 是equal 当它们是 in the state of the equilibrium 所以这个是平衡的情况下 所以今天的话呢 你把堂皇拉长 拉长的话就想来是 你把两个分子之间的距离 拉远了 那假设这个拉的距离的话呢 是它的expans是x的一个距离了 那这个是平衡的情况 那这个话是处于不平衡的 所以这个分子的话 它有一种本能 这本能什么意思呢 我要回到原来的情况 我的原来情况是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是这个距离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的attraction force 大国repulsion force 所以为什么它的力是这个方向 OK同学 每一个分子的 只要你没有破坏 只要你是在 elastic limit 在堂皇的弹性限度内 你让它们之间分子之间 把它分开 它们呢 有本能 有能力 回到原来的状况 回到它平衡的状况 所以呢 这里它的restaurant force 是这个方向 因为这里是原长嘛 我一定要回到这里嘛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相信的力比较大 所以的话 把它拉过去那边 它一定要 这两个一定要这样的力 那么它才有可能 回到这里 OK 那么 如果是compression compression的话呢 就像来是我两个分子之间呢 平衡本来是这个距离 这里是平衡之间距离 两个之间 那你现在compress的话 你让我呢 之间距离呢 更小 更小了 所以呢 这个之间距离就变小了 小过它平衡的之间距离 那它怎么样 变成是我们的 回到原状呢 它必须要这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排斥力呢 就很大 所以这里来讲 因为你压到这边 不能再动了嘛 所以它要弹开这边 它才可以回到原来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讲的 所以同学 这个的情形的话 我们讲的 spring force 或是restoring force 是弹簧 因为它是一个弹性体 外力出去以后 它要回到原状 所以的话呢 它离这个方向 而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是compress 它回到这里 因为这里是 它原来的长度 这边到这边 是原来的长度 是这样子的 OK啊 就是我讲这里部分 好 这个弹簧这边的话 是讲的 这个 刚才讲的 如果我的生产量 从某个生产量 变某个生产量 我问你 它算的功 等你多少 你直接用这个formular 所以你从哪里 到哪里 就是这样 直接 这个formular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式子 比如说像这个 那这个呢 你的物体呢 挂 那个attached到 我们的这个糖黄 那spring constant 它给你 the block slide along frictionless horizontal surface 所以它可以在水平面 移动 给水平面 光滑水平面 所以它就给你 它的spring strash是五个cm then release 这里是问你呢 你strash五个cm 因为从这里到这里 这里是平衡嘛 所以总共生产量 就是五个cm 所以要你算work done 所以同学你直接用这个公司 二的平方 那么我们的这个 第一位置的话呢 是没有 这里 因为没有伸长 原来的吗 这个就有 但是这里的话呢 你不要带五 要带成meter单位 五乘十的负二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你从五变好到二 那意思说呢 是你本来呢 伸长很多 在这里 我要回到这里 所以我从这里 回到这里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 你们用我们的这个 情形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用 X1等于是五cm X2等于两个cm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 所以还要你找的话 是从哪里到哪里的一个情况 那么比如说是 这个是我们平衡的位置 那么这个五当然是比较多嘛 所以我是从这里 到这里 看到吗 因为这里是两个cm 这里是原来的 没有伸长的 这里是二 这里是五 所以我从这里到这里 你照样带这个 那这个话 从这里到这里呢 你照样带的 OK 那那个 那个父母的话 是增加 减少的一个情况下而已 所以的话呢 通常我们在算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 像这个的话呢 你肯定是正值嘛 你拿到的 那这里的话 你因为是你是零嘛 那这里的话 多少 你需要 你需要这么多 OK 你要需要这么多 让它能够做工 它产生形变 OK 好 这个部分的话我不讲了 我相信 我讲的话呢 是后面的部分 这些老师都不讲了 好 这里我再讲一下这个 这个话呢 跟中文版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是因为中文版 它没有讲 这个话呢 是我们讲 没有关系的 conservative force 是什么 保守力 non-conservative force 是什么呢 非保守力 那么怎么样的一个力 叫做保守力 a force is conservative if the work done by that force acting or the particle moving between two points is independent 所以的话呢 跟路径无关的 如果是一个力的话呢 是一个保守力的话呢 不管你做怎么样的工 它跟路径无关 它只是跟什么 跟中点 跟起点的关系 有关系不了 就好像是我们的 那个重力 重力的话 我们有讨论到 刚才我们讨论到 我们有两种的情况 好 第一个 我从物体 从这里到这里 我的initial 在这里 我的final 全部是在这里 所以的话呢 我的路径一 是这里 我的路径二 是这里 所以路径一 路径二的话呢 重力所做工 最后我们看到 从这里跌到这里 重力所做工 跟从这里到这里 重力所做工 都是一样 所以的话 你看 你的这个 work done by conservative force 只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Depends only on on谁 initial 跟final 的position initial 是 here finial 是 here 所以我走路径一 跟我走路径二 我去算工 全部都是一样 好同学 这个力呢 就是保守力 是保守力 那么这里的话呢 笔记这边的话呢 是有讲到 这边 讲到很清楚 你看 我有路径一 跟路径二 你看 我从B 走这条路 去到这里 另外一个 从这里 走到这里 这路径一 跟路径二 是不同的路径 Different Park Different Park 但是的话呢 你去算它的工 的话呢 你会发现 Along Park 1 跟Along Park 2 是一样 所以 它们是一个保守力 就这样 简单的讲 就这样子 OK 那么呢 这里有讲到了 我们的这个 然后呢 大概有讲到 你的 The work done By conservative force On a particle Zero When the particle Move around Any close part 所以另外一个 保守力的情况的话呢 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完整的 一个回路的话呢 它们的工的话 Total work done 是等于零 Total work done 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里 这边 走到这里 再从这里 走回到这里 意思说 我从B出发 我做的工 我走路径一 再从Q出发 回到原来的位置 整个Close loop 我的总工等于零 那也是保守力 这是保守力的一个 所以保守力的话呢 你可以看成是 我做的工 跟路径无关 一过 就像什么 刚才我们不是有讲到吗 那个流滑梯 你可以走X形下来的 你可以这样直直下来的 你也可以这样斜面 这样下来的 总之是 我们的Initial全部一样 Final都是一样 那你发现的话 他们做工全部都是一样 不管我走在那条路线 所以重力是一个保守力 OK 好像是还有一个地方 有讲到 等一下我看一下 重力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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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后面后面后面 是在后面 就是因为中文 你讲的 OK 后面会讲到 同学 就是说你的重力位能 还有我们的重力所动 OK 好 这里的话呢 是等于这个 没有问题啊 保守力跟非保守力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是非保守力 就是这个字啊 非 OK 保持的保 非保守力 那如果是非保守力的 一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的工是怎么样呢 跟路径有关系的 跟路径有关系的 所以你做的工话呢 跟路径有关系 Depends on the practical The work done 所以它是跟 路径有关系的 你走路径一 从B到Q 走这个红色线 跟你走这个 蓝色的线路 你做的工事不一样 你看这里写 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情况的话呢 是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它是 一个非保守力 所以它跟路径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 非保守力的 example呢 就是 Friction Force 我讲过哦 就是这个是 你的家 这个是学校 你去从你家 去到学校 你可能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你走每一条路线 马路的 搏油路完全不一样 摩擦力完全不一样 同学 所以摩擦力所做工 是不一样的 听懂吗 ok啊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你的摩擦力呢 跟你的路径 是有关系的 Depends on 跟路径有关 Depends on ok 这个是我们 保守力跟保守力的 好 接下去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因为 有牵涉到工 因为有牵涉到力 所以我大概 有放下一点点 就是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Internal Force 那这个Internal Force的话 第三章 有讲到很多 好 比如说像这个 哇 有D1 有D2 有D3 全部都是力 但是如果我看 One System 我这样看One System 我可以看One System 我去了解到 D1的话 我去了解D1 给同学 D2跟D3 是一个内力 好 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样 如果我讨论One System 这边的力 这里 跟这里的关系 然后同学 它是一个内力 Internal Force 还有这边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内力来的 所以当我看完 其他时候 我看这个外面就好了 我不用看里面的那个力 ok 我不用看里面的力 那这个话也是一样 这个是一个外力 External Force 那如果说 你要我讨论 Normal Force 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这个两公斤的物体 这个是五公斤物体 好 第一个 这个是五公斤物体的重力 第二个 这个是五公斤物体的重力 ok 接下去 我们再看的话 是这个R 这个R的话 我就叫R2好了 ok 那这个的话 是我叫R1好了 那么我们的内力 是牵涉到哪一个地方 这里 所以的话呢 是 我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跟这个的时候 那两公斤的物体的话呢 是 我们的下面这个物体呢 给它的 Normal Reaction 就是这个方向 我用R1的代表 那么 你的这个两公斤物体的话 也是有给下面 那个五公斤物体 那个Normal Reaction 它变成是 它得到这个方向 所以呢 当我看One System的时候 它变成是一个内力 就是我只是 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这个的情况 ok 那这个话 也是一样的情况 你慢慢去分析哪一个 ok 好 现在的话 我们看Energy 那Energy的话 有很多种啊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会牵涉到 Potential Energy Gianetic Energy Light Heat Nuclear Energy 我们会用到 这些全部 我们会讲到 Potential Gianetic Energy Sound Light Heat Nuclear Energy 全部都 我们都会上的 这是Energy 那为什么要介绍你呢 就是要告诉你 能量是可以转换的 ok 所以我们在讨论能量的时候 Total Amount of Energy of the system is concerned 是保守不变的 那么你的Energy的话呢 只是可以转变不了 可以转换 它不会消失的 那么这里的话 下面就给你了 所以的话呢 当你Energy Transfer的时候 Into 或者Out 的System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可能是你Works Done On 可能是Works Done By the System 所以可能会转换到 Temperature Difference 这个是我们在 Gas Law 那个地方 气体那个地方 我们有上到吗 这里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全部是讲到 我们没有转换到这边 因为这边的话 是转换到 Gas那一张 我们才讲到了 那这里的话 我们想到这种 力学的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Hit 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上到了 Hit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上到了 ok 那么这里 这个我打过这边 你们要懂 Conservation of Energy 然后有时候同学呢 你们在用题目 在解题目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用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还是Conservation of Mechanical Energy 那Energy跟 Mechanical Energy 有什么不同呢 这里是讲能量 所以能量是包括 全部他们讲的 我的能量可能是 我们的Potential Energy 可能是Tenetic 可能是Sound 可能是Lite 可能是Hit 可能是Nuclear Energy 但是如果今天我讨论 是Mechanical Energy 机械能 机械能是Kinetic Energy 跟Potential Energy 所以你们要分分 那这个话呢 是我的能量守恒 它就告诉你 能量可以 不可以怎么样 Never can be great or destroyed 你不会破坏的 你只是可以转换罢了 Dotal Energy 每一次都是Constant的 那下面它就给你了 我们的relation between Work and Energy的情况 你的功跟你的能量 是有关系的 当一个物体呢 正在做工的时候 同学肯定 那个物体呢 具有能量 所以Work down on the system cause energy to be transferred 就是给你 That by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Work down on也好 Work down by也好 它们都是牵涉到Energy 跟Energy有关系 所以这边就有写出来 就是我们的Energy 本身是Evility to do work Energy是Scalar 单位是这个 这个你们懂了 好 Potential Energy 那Potential Energy 好像我讲的 我们的Potential Energy 是有很多 那这边大概讲的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这个是牵涉到我们的EP 就是我们的MGH 然后我们讨论的 EP等于MGH 这个是我们讨论到的 谁MGH啊 那这个话呢 是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牵涉到我们的电荷的 我们的电荷的一个情况下 那电荷的话 你去看用U U等于什么 同学 有没有同学记起来 U等于什么 我们在学电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Energy Potential Energy 牵涉到Charge 又有Q又有R 又有XLong 有谁记得 有没有同学记得啊 还记得吗 有啊 我们的那个 第六章 第六章咧 我们上到的第六章 是顺便的话 我就写这边给你们看 第六章 还记得吗 第六章 谁记得 讲起来有没有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 有时候讲到的话 我们大概翻一下 然后大概记起来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记东西才容易记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忘到完了 记得吗 我们的 Potential Energy 是什么 同学 QQ除以 48 is long 0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画的 Q1Q2 不同的Q 让你们知道 Q1Q2 就是Q是Charge来的 不是Hit的 除以 失败 is 0 然后还有怎么 R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 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的一个公司 这是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的 那 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的话呢 是刚才我们讨论的 糖黄 所以我们糖黄 我们公司 是2分之1 kx平方 这是糖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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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呢 是牵涉到我们的 Energy的话 有很多 就是我们的 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的话呢 是这个 所以你看 2分之1 kx平方 你就知道 它牵涉到 糖性体 OK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给你们的 Gravitation Potential Near the Earth Surface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前面早上有讲过 公式你在用这里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U的符号 你们用EP也是一样 你们用EP也是一样 那么呢 它是牵涉到我们的H的话呢 一定是延小于地球的半径 那如果是大的话呢 很大的话就不行了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的公司 MGH 就是你有条件的 条件就是H呢 小于地球的半径 OK 那么这里的话就给你了 我们的这个物体 重力未能跟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那个势能的关系 那是因为那个中文版的话 已经上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上了 同学 你们自己看哦 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时间了 OK 好 这个的话呢 是你们懂了 得到结果 来我们复习一下 早上我们上的 从我们的Q点到B点这里 你这样走没关系 你这样走是一样的 同学 来从这里到这里 重力做什么功 正功是复功 快点 功 重力做什么功 正功是复功 因为你的力是MG 然后你的位是H 真的是MGH 正功来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到这里 你的位能增加是减少 快点 增加是减少 减少的 因为它比较低 同学 它真的是比较低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个话肯定是负的 你不相信的话 你慢慢推倒 总之是这样 今天我们读到的 我们得到结论 所以从这边高的地方 往下这边的话 你的势能是减少的 你的GP是减少的 它是减少的 OK 我这边全部讲出来了 这里 那我就不讲了 这边全部有讲到 可以看到有一个负的 OK 好 这里 那么我要讲话是 你的这个堂皇 这里的一个情况 我们讲公司 然后这边全部给你了 所以你们要去看 我们在这边画 以后用后面 动能的话 我也是有讲的 动能的话是因为运动 所以同学 不同书本 用不同符号 看你们怎么写 你喜欢 K是Ganetic Energy 又是Potential Energy 都可以 总之是后面这个东西 一定要一样 要一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不要给我是乱 这个是Scalary 那这个是Work Energy 就是今天早上 我讲的 这是英文版 怎么写 你可以看到我给你 我给你位移 所以你看我是这样带的 OK 然后再用这个公式 今天早上我讲的 所以你们就带 带进去 所以换你考试 自己用的 所以你换U 是什么意思呢 V是Final Velocity 同学 U换是Initial Velocity 所以你要会用 所以这个W是Network Done 我们讲话Network Done 那这个公式 的话是Work Energy Children 那么我们的那个中文版 它是写Work Energy Energy Children 是一样的 等下考试出来一个 不一样的字 等下你不会 所以同学就注意 他今天早上我讲的 那个东西 他这边是写Work Energy Children 但是那个同考的课本 他写Work Energy Energy Children 因为你的Work做工 肯定是物体有变化 物体有变化 肯定是有动能的变化 OK 所以这里公司 你看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后来的 所以后来的 简言来的 所以你的Work Done 等于是Chain Energy 这样写 那你们Chain 那你们Chain就记下来了 Chain什么意思 一定是Final 减Initial Final 减到Initial 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的话 也是有讲到 如果你的Final 大过他 你答到正咯 那Final 小过他 当然是F 这是中文版 也是有讲的 这里是新文版 OK啊 同学 没有问题 OK啊 好 那这些的Example 这些的Example 这些的Example 都是我不讲的 因为你们高一 还有呢 这边也有答案了 所以你们要去看 你们一定要Go Through 因为已经有答案 所以老师 不要讲 因为到费时间 所以因为这一章 是我准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题目特别多 那当然是第六章 不是我准备 内容很到够 所以我会重新再做个笔记 所以我的笔记是完整的 而且是很多 所以同学 你们可以看 所以你们可以看 我都有给答案 你们可以去做完整的答案 因为我没有跳 因为Scape的 所以你们自己看 所以是一样的 好 那有话 这里 这个话 是有点难度啦 所以我一定要讲 这个部分 好 你们看 Mass Spring System 因为它很喜欢出 比较难题目呢 它会牵涉到彷徨 OK啊 同学 你可以看到 这里 你看啊 我这里 我从这里 这样 我压过去 对啊 我压过去 好 这个时候 我就有什么能 同学 我就有什么能 弹性四能 弹性四能 好 这个时候 我压的时候 我手还没有放 同学 请问一下 有没有 动能 回答 没有 没有 你们一定要明白 因为力学 你一定要明白 它的过程 要不然 你真的是题目 不能解 好 同学 意思是说呢 我这边压 它没有动 所以同学 我的这个X 是maximum的 compression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整个的 机械人 都是只有 弹性未能 不了 那么 当我手一放以后 它就开始 要弹出去了 一弹出去 以后 它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就回到原来的 长度 当它回到原来的 长度的时候 它有没有动能 同学 有动能吗 有 有动能的 同学 有动能的 你知道吗 而且你觉得 在这个地方 动能是最大 还是最小 最大 是最小 是最大的 因为它这个时候 它全部刚才的 compression的地方 弹性未能 它全部转化 变动能 这边 全部变动能 到了这边 这边 因为你的弹簧 你压 它不可能回到这边 就停 它一定是这样 明白吗 它一定是这样子的 它一定要弹几次的 然后这个东西 是在这边 它会 vibrate的 它不是说 从这边你压 它就停 它不会它 它会 vibrate的 那在 vibrate的时候 如果它 vibrate到这里 它有什么能 有什么能 如果它 vibrate到 这个我画的这边 有什么能 它会有什么 什么能量 能量 为什么能 一定会有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还有什么 kinetic energy 它有两个 你知道吗 它有两个 OK 我们来看 这里它就 它给你 Spring constant The spring is compressed The block is released from rest 所以一开始的话 它没有速度 所以你compress 所以它只有 具有的是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好 这里它就给你算出来 我们的 你的这个地方 你压下去的话 它的弹性位 你多少 你直接用这个 不要去管它 那个不好 你直接用这个 因为你压多少 你的那个 变化量是这么多 所以你这个是maximum 我写的xm 是maximum来的 好 如果这边你拿成 正值 这里负值 没有关系吗 平方一样是正值 然后这里的话 你compress 两个cm 两个cm 你不能带cm 一定要带meter 所以这里有写 二乘十负二 变meter单位 这是国际单位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 你压缩 两个cm的话 你的弹簧 具有的能量 就是0.20 那这个是 0.20的话 也是work done by spring 也是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你们要明白 energy stored in the spring 在弹簧里面 它所储存能量 就是等于 work done by the spring 也是等于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这个你们要明白 所以 我们就看 根据你的 work energy children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0 这个是我们的公司 所以这项等于0 所以这个是等于这个 你马上可以找出来 V 所以变成是 它弹开以后 它的速度 比多少呢 是V 那这里会等于0的情况 因为一开始 是等于0 所以你一放以后 它转换变成 然后这个速度 是在哪里 刚才讲的 它弹到这里 的时候的速度 因为你这样一样 它放弹到这里的时候 等于 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速度 是最大的速度来的 OK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还要你算出来 Calculate the speed of the block Passed through the Electorum 的position 如果有摩擦力 你看 有摩擦力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能量的话 你再不守恒了 所以刚才我们讨论了 全部就是 这个地方 你的机械能 转化 变成是这边 位置的机械能 所以这个地方 就有什么能量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这个地方有什么能量 就是Carnatic Energy 那为什么没有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因为这个位置 原长 原来的长度 当然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用到 所以你刚才算到的话 这个V呢 是在平衡的时候 那这里的话呢 有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的话 也是有做工 所以呢 你要多少 这边 它回到这里多少 也是两个CM 但是摩擦力是做复工 不要忘记啦 做复工 那你去算Network 的话你算Network 本来是这么多 Spring的 那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你得到 总共只有这个不了 所以你在用这个公司的话 你还是一样可以用 你Work Energy Torum 你还是一样可以用 你剩下只有这边 0.12 所以这里是0.12 你后来的速度变这样子 你看 比较小的同学 你看这个本来很多啦 后来很少的 所以有摩擦力 跟没有摩擦力 当然它的速度是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意思说呢 要告诉你什么呢 你的这公司可以用 如果有摩擦力 但是呢 不要忘记了 你要去算是Network Network Network 所以的话 这里的话呢 情况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OK 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这个部分 没有问题啊 OK 好 那么呢 你们去看哦 然后呢 有一些的题目 这边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讨论到 Conservation of Mechanical Energy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中文版的 OK sorry 英文版的 中文版的话也是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它在推导的时候 全部都讨论 X轴 因为这样容易啦 就是说 是你的物体呢 在水平线一动 所以你给它 是一个保守力 X的情况下 所以的话呢 它所做工的话呢 根据你的 我们的Work Energy Tournal 我们就可以写 这是保守力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动能的变化 从哪里来呢 前面啦 前面我们不是有讲了吗 OK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Work Energy Tournal 这个 OK 还有呢 这是我们讨论到 我们的Work Energy Tournal 的一个情况上面 那这里 OK 同学 这个 OK 所以的话是 我们用这个原理 然后去推导 我们要推导什么 你注意看一下 过后你直接用 推导的时候 很麻烦 但是我一懂的话 它的概念就懂了 那这个是保守力 它用C是保守力 所以如果今天 是一个保守力的话 那么 等于是 没有我们的 那个摩擦力出现 所以DeltaK 就是它的动能的变化 那么呢 你的这个话 也是可以写成 FuDeltaU 如果动能增加 你觉得 未能会怎么样 减少 对不对 它不可能两个增加 一个加 一个一定是减 OK 所以如果这个增加 这个呢 就会减少 比如说我们看 我们的重力 重力如果是增加 重力做工是正 那么我们的 未能的话 一定是负的 OK 所以它就可以拿 这个跟这个的话 是相等的情况下 这两个相等 所以就会把 带在这里来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呢 是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这个 那这个是 Initial 这是Final OK 所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极限的收衡原理 Log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所以 Log of Mechanical Energy 的话呢 讨论到 Total Mechanical Energy Remain Constant If the only force that does work is conservative 所以呢 这个是极限的收衡原理 所以同学 有时候 同学呢 问我问题 那我问你 到底用的是 Log of Energy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还是Mechanical Energy 如果是Mechanical Energy 的话 我都会用这样的一个 公式来解释 这样的话 你就会很清楚 好 我切换一下 那个中文的 因为我可以看 看到吗 这个画面 同学 看到吗 看到 看到 它也是一样有推导的 因为我们一定会推导的 你看 讲到机械能 我们机械能 我们牵涉到动能跟智能 所以这里动能就是 Ganetic Energy 这个是Potential Energy 所以机械能 就牵涉到这两个 如果这个是一个constant 这个是一个constant 你的energy是一个constant 当然这个增加 这个会怎么样 减少啦 如果这个减少 这个会怎么样 增加 它不可能两个都增加 一个加 一个减 它就给你的 动能跟智能 之间呢 可以相互转换的 转换的 所以的话呢 是比如说 我们把球丢上去 你看这边 它给你公私 如果我把球丢上去的话呢 你看 我物体从这边 这边这边上去 我的什么东西增加 什么能 我们的势能 我们的势能增加 但是呢 速度会怎么样 从这里 这里 这里 上去 速度会减少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重力未能增加 你的势能的话呢 是会怎么样 所以的话呢 你的势能的话呢 会增加 动能的话会减少 它不可能两个都增加 因为它是一个复患的 它是一个复患的一个情况 能量的一个复患的一个情况 只是这个变化不了 所以它这边全部有告诉你 这些东西 好 接下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告诉你 机械能守恒定力 就是刚才我讨论的 mechanical energy conservation or mechanical energy 当你在用 conservation or mechanical energy 你一定要牵涉到什么 动能跟未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像这里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从这里到这里 那我的动能的话 我是可以讨论啊 好 所以后来的跟原来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是降落下来的 它要下降 那下降的话呢 它变成是 initial在这里 final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速度 假设我的是V1 那这个地方是V2 所以我从这里 变到这里 它的速度 那速度变化的时候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你变成是2分析 MV2平方 这个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你要去看我们的 work energy children 如果你看work energy children 我们的work不是后来减年来的吗 后来的 Energy后来的啊 这里 后来的 减掉原来的 我们会用work energy theorem来讨论的 OK 减掉原来的 你看这里是原来的 以它用这边用啦 这里 OK 那这个 这个话呢 是它告诉你话呢 这个话相当于什么 重力手作工啊 所以这个重力手作工就是 MGH1的这个 为什么呢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的变化 你的高度变化不是 H1减掉H2吗 你的位移不是这段呢 是不是同学 你的重力是哪 哪个方向 重力是这个方向啊 向下啊 对不对 向下 那你的重力手作工 这是MGH乘上H 那你H是不是H1减H2啊 所以它这里就写 所以这个跟这个相等 相等哦 它把代 它就告诉你 它要推倒公式啦 所以你看 这个话是重力手作工 等你这个 然后你把1跟1的放在一起 2跟2放在一起 你rearrange rearrange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你看 1位置的 重力位能 动能 2位置的 这里 所以话呢 是你又重新再怎么呢 你重新又再把它 变化 这个是我们的 potential energy 就是kernetic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kernetic energy 如果你把potential energy 跟potential energy kernetic energy 跟kernetic energy 放在一起 你会怎么样 当然是有一个正 你的负 对不对 好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呢 mgh1 你把它移到这里 变成是mgh2 减咯 这个话等于这个 一样的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chain 对不对 这是chain 对不对 chain 但是你是1减2的呢 不是2减1的呢 这个 你chain了这里 那你看这个话呢 是不是也是chain 对吗 就是chain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话是2减1的 你看 如果是你从高的地方 跌落下来 比如说像这里 从这里跌到这里 同学你觉得 1跟2的位置 这里跟这里 ceta 从高地方跌下来 速度哪个大 在b的位置 大还是a的位置 当然是2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2的位置大 那你算了这个 肯定是正值啊 那如果这个是正值的话呢 这个会怎么样 当然是负值啊 因为你从 高地方 跌到低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话呢 是一定小的 所以话呢 如果你硬要 把它写的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 你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把它移位的话呢 是不是你可以把它写成 你的k 加上你的胃能 那个elastic potential energy的变化 或者potential energy的变化 会等于零啊 跟刚才英文的 是一模一样的 会了吧 会看啊 OK 那么呢 我们的话呢 在用机械能守恒言语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叫同学这个 写这个容易 ei等于ef i initial f final 那么你怎么记呢 因为 你的e是mechanical energy mechanical energy分成几种 两个 一个是kannetic energy 一个potential energy 看它有没有 所以你看 在第一个位置 我们到potential energy kannetic energy 第二个位置 potential energy kannetic energy 那你就会啦 所以你记这个容易 所以你的e的话呢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注意啊 刚刚我讲的 你在讨论机械能 mechanical energy的时候 你的e stand for what kannetic energy kannetic energy 加起来 它是加起来的 你没有用是能量 你注意一下 因为有的同学是用能量 有的同学是用机械能 那同学的话 都没有分清楚 然后就问我 老师应该正还是负 我说你要先清楚吗 你到底是用什么概念 你用的是能量守恒呢 还是机械能守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